就是把资料剖析这一段 这一段怎么来的?就是我刚刚做那些动作 反正你就把录制聚集照着做 录完结果就是变这样 只是说上面没有注解 这个注解是我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所以这些注解将来 你当然自己要把它加上去 我今天录完之后,你不要拖懒 一定要做注解这件事情 当然这样已经够好了 而且跑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对于追求那个程式 总是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够好 还要能够更好一些一些 因为程式实在写太多 所以我的终极目标 我讲过我的写作的特色就是 程式募求它越精简越好 能够写一行就不要写两行三行 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再把刚刚的这一个一二 其实一二总共会有四行 其实四行里面写一行就好了 然后呢,底下这些呢 其实也只要写三行就好了 所以写完之后,程式就会感觉很精简 而且这种写法的话 也应该是比较外面找不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先把一跟二 有没有,有没有放在 我先让它可以先跑到一个部分好了 跑到想再写一个空间 我先让它可以先做一些东西 再来剖析 把它停在这个资料剖析这边好了 因为像我的所有写程式 好像你没有资料 没有你要的那个资料在画面上 凭空写实在是很难写 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 好,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我就停在这边 那我第一个先让我产生我要的资料 那停在这边之后呢 再来改我要的程式 这样就比较具体了 你把它移到旁边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把游标放D1 然后让它变123 一直到123456 这边有没有 实际上这边 当然我们要录制的话 它会产生很多行 实际上这几行的话 我通常我先把它注解掉 其实你只要写一行就搞定了 OK 其实原理原则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就是我刚才说我的Range 哪一个呢? 从D1到I1 然后里面因为总共有6个格子 D到I有6个格子 所以如果里面你要塞1到6的话 你可以塞一个阵列进去就可以 阵列 所谓的阵列 在VBA里面才叫Array Array 那Array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变数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一个变数只能放一个 但Array可以放很多个 OK 光滑鼓的时候的话 跟大家讲1 2 3 4 5 6 这样子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Array 这个阵列里面有放6个数字 那这个6个数字刚好前面有6个坑 6个数字前面有6个坑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不就123456了 这样的话呢 写完等同上面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个写法我觉得还蛮值得记得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已经 所以 这边把它做注解一下 后面的话就是要帮我把它切割 切割 这边最后就是把什么切割 把这个切割 B2切到D2到I2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我写了 所以刚刚写的东西可以拿来复制一下 刚刚写 即使运算是窗里面 Ctrl G 然后写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跑个回圈 4 I 这个应该很简单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最下面一列前面都写过了 因为这个应该已经写了N变 以后的话要喊说 那我就 因为我有时候 因为要拿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又有点点接触不了 还要固定某个角度 不然我怕等一下没声音 没办法 OK 不过其实 已经单手打习惯了 这也还好 OK 那再来把刚刚那一段程式怎么样 Ctrl G C C 把它关掉一下 就贴到这边来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2 2 2 2改成I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我想应该不陌生 算号移到中间 and 再移到中间 打个I 前后呢 加空白 这个2的话 因为这边边 所以空白加一个I就可以了 这边也在边边 所以呢就是 把他空白加and I 就OK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 不然我发现很多同学每次都问说 他赶过去 为什么老师那边是用两个 这边是用一个 其实为什么 因为 他是在旁边 你旁边没有东西 你不需要挂钩了 就不用再加一个 就像你火车一样 最后一箱没有了 你干嘛他再生出一个 要跟谁结 没有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工了 完工之后的话呢 因为现在在中断模式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按F8 F8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行跑 因为你不确定嘛 对 我是建议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是慢慢 F8慢慢慢慢去跑他 不然的话呢 你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细节 F8这一行之心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看到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 OK 应该没有复杂了 只是这个还蛮好用的吧 以后的话你就一个正列 全部丢到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 至于什么叫正列 就我刚刚讲 可以放很多资料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 这个后面东西不一定是用数字 你用字串也可以 夹一丙丁 A B C D 大概请大家算 OK 这样就可以 这样直接丢到某个范围 那实际上范围 跟正列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差别是说 那个范围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但是这个正列是在记忆体里面 在电脑里面 你看不到的 OK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写法 再来的话就是 逐格的切割 所以这边 这个 这个我想应该程式困难 但是却很好用 OK 执行第一个B先切的 因为它是一个我刚刚讲过 它是一个切文字的 所以切完之后 它也会把它丢出来是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它都会有那个什么呢 绿色的标签 跟你讲说这个是文字 OK 下一个 也没有一个 其他都一样 所以后面都一样 我就全部让它跑 最后删除 删除那个B缆 就完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如果不喜欢用B缆 用2也可以 它这个地方可以用名称 也可以用数字 都没有问题 最后把它直行一下 OK 然后最后呢 这边我又有一个Auto fit 所以自动都调蓝宽了 底下的话呢 就一气呵成 所以刚刚主要的重点 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的资料剖析 有没有 这么多层次 把它改成 就一行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三行 这样子呢 感觉就很空旷了 本来要十几行的 现在呢 其实只要五行 OK 那感觉会很清爽吧 只是说 你看看起来其实结果一样 那你会选哪一个呢 不过 这种方法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OK 那画面先画给各位试一下 那录制聚集的好处 当然就是可以 当你完全没有头绪的时候 可以帮你产生一点东西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城市实在太冗产了 那可以的话 未来就是慢慢自要习惯 所以也许 我一直强调 那个聚集 录制 也许是一个过渡吧 或者是一个阶段 或者是说 当你还没有头绪的时候 你可以先 暂时充数 这用吧 那如果有更好的写法 我当然会建议 最好都全部改写成VBA 这样相对的程式也比较简短 而且也比较容易理解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